好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這個簡報這裡 那因為有比較多同學沒有看過 這種方式的簡報 所以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簡報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種 那我們現在這種方法就稱作這個 就是所謂的新制圖的方式 有沒有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教室裡面 比較常見的錄影方式 這就用DV的 所以這種方法錄下來的 你會發現沒有錯現場字都還看得清楚 可是看螢幕上的這個字 是相對就不清楚了 所以就比較麻煩 就比較麻煩 那另外有些學校 他們有所謂的專屬的演講的教室 在下面這裡 這一種 他會有做兩個錄影 一個是陸老師的畫面 一個是陸老師的現場 但是這種就是一定要在專用教室裡面 因為他比較 設備比較多 一般教室就沒有 那他也會自動幫我們分段 像這樣右手邊有沒有 自動分段 不過我必須說這樣的自動分段有跟沒有 沒有差太多 因為他是自動10分鐘一段 10分鐘一段 或5分鐘一段 可是你怎麼知道那5分鐘是講什麼 你只是看01,02,03 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 在右手邊 有沒有 123 有沒有 但是這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嗎 沒有啊 你在看的時候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你也不知道那個內容是什麼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一段一段邊看邊找 這樣沒錯吧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這個對我們的幫助就比較小一點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現在這個 在這邊給你看一下 剛剛的幾個類型 像這個就是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做藍幕綠幕去背 你看這個是現場的 我用網路攝影機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有沒有 這個藍幕我今天有帶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今天可以拍看看 但是那個藍色小距離今天不能上鏡頭 你就不行 不然會變透明的 這樣了解 這個是我們現場的過程 然後你看 這個現場的過程我往下走 這個是從攝影機裡面拍出來的 有沒有 我就整個後面畫面是不是都藍色的 現場攝影機裡面拍下來的過程 那麼這樣子好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拿到軟體裡面 拿到軟體裡面的話會像這樣 好 在這裡 有沒有就放進來了 對不對 軟體裡面 然後這樣是不是就去背好了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很多學校都在推什麼 摩克斯 每個學校都會建置一個所謂的虛擬攝影棚 那種方法就跟我們這個雷同 可是因為那個設備比較好 是即時的 跟我們一般電視台一樣 就是拍攝的現場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去背 好直接就去背 對所以我們在這個教材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在這一邊 我們教材裡面有一個 林東的跟很多學校的 你看這裡有沒有 藍木或綠木 像這個是其他學校高雄的 有的比較陽春 有的比較厲害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都要花很多錢 至少幾百萬是一兩百萬應該都跑不掉 尤其是你要做這種即時的去背 那老師也要習慣一下 為什麼 很多老師不習慣面對鏡頭 好那我給你看一下我們在林東的部分 反正林東離各位很近對不對 這個是直接這樣錄起來的 為什麼頓頓 好 到這邊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錄完了 你看那個鏡 這邊帶有這邊鏡頭的部分 這個有沒有 在螢幕上有沒有直接就去背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就跟真正的在電視台意思是一樣的 跟電視台上面是一樣的 這樣有了解 所以我們如果用軟體 像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的 我們那個威力導演 雖然免費吧 但是那個藍綠木去背的功能是在的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有需要 他也不見得一定要租用學校的那個虛擬領 直接在自己的辦公室解決一下也可以 甚至我現在有看到有些老師開模特師 也不用做去背了 直接在一般的辦公室 他就直接錄影 這樣也OK 這樣是老師最輕鬆自在 對不對 他不需要說 我要上這個節目 我好像還在穿 比較不一樣一點 他就最輕鬆自在 這樣錄下來效果其實也很好 也是很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錄影的方法 其實真的有非常的多種 非常多種 那重點我們是要做內容 重點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把我們內容做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剛剛這些軟體我們先稍微看過的 我們往下 這個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設備的部分 事實上如果你不用腳架也可以用 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可以啊 這個東西也可以啊 這也很好用啊 這是什麼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嘿 因為用這個有個好處啊 用這個有什麼好處 一般教室也可以用得到啊 我就夾在這邊 比如說同學的作業或是作品 對不對 還是實作過程 比如說你有實驗啊 我們可以把那個什麼 手機攝影的部分 投影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或者大的布幕障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看得比較清楚 而且同學也不用拿到老師這邊來 因為你各位有聽過一種 就是食物投影機吧 這不是哆啦A夢的那一種 肚子餓的時候 食物就會出來 就是我們需要可能現場的東西 我就可以直接拍了 就可以再轉到螢幕上 好不管是雜誌的內容 報章雜誌的內容 還是一般做動手做的實驗 這些都可以用到 這樣OK嗎 所以我大致上把這幾個講完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的